他瘋瘋瘋的紙啊 有没有帮帮助装的服务 以上6万块的剃盒不是用来知道吗 那不知道啊 那走剃盒 靠近一点 这个 这桌子啊 这有这几个 你来来 你一点凑上 靠北 上面啊 靠北 哦哦哦哦哦 水冷 RGB 听说它大胆的还可以装双膝头 赶快可以升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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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台湾至光 我们伟大的连力 卖鸡壳 卖鸡壳 卖到世界顶尖下下就好 这张鸡壳 是从国外火到回国内的 它现在国外开卖 一张2,000美金 来票6万块 这是小盘的 失望了 但我觉得搭一年 虽然要6万块 但是搭一年就CD整张 它还有大的哦 有啊大了差不多这样 标准 大概多个50 它的伴度吧 很深度好像差很多哦 那一定大的哦 这样才符合你的身份的低位 诶 走吹走吹 这算是饥渴啊 刚好有个台面跟两只脚 就会很像桌子 这个是怎样 可以吗 可以过吗 过 过了那 报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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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世界上最强的 多功能电脑桌 终于记得了 终于来了 那 AVD你来干嘛 嗯 来吧 因为我们这个补装过程非常复杂 我们特地请到了各位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把这台DK05前进掌 来 可以过 哇 这么大箱啊 这个 我看它这边写 这是脚的吗 这个是桌面哦 本体 主要桌面这么大桌 我刚才有推移它的重量 大概50公斤那么重 不夸张 差不多差不多 这箱是 这箱比较小 听说是RGB风扇 好像可以让桌子变得很吵 它这个数好不满耶 你的紫细电源线都给你RGB了 我们这箱桌子直接喊过吗 彩色风扇 先处理箱 这箱往前摸凉 我没有拍过 这么大的东西 超 哇 超爆干大 诶 你不讲我的是一台 只有属车的电视 还蛮像的 抠掉了 厉害了一点 这个是它的玻璃版面吧 小心 这一不小心就没了 好 摆这了 这个 这是一台车子的底盘吧 它风扇上有几个啊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把风扇弄弄掉 换啥玉玉的 没错 这开箱没还跟你开玩笑 这箱子好像有多大 这边就是脚啊 这个是两只脚 是的 你看这边要电眼线 它把它电着实实的耶 电动的桌脚 升降 左手上的那边中去 加油 它到底点了几百个螺丝啊 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螺丝 这是啊 一张电脑桌的螺丝 这应该有上百个吧 而且啊 123456 还有六种不装的螺丝 哇 太 太扭了吧 玻璃还没中一个这么重 实际地震都咬不动的 这个 这个超重 这样就不行了吗 难兜大汗 我们的路还有慢跑哦 那我怎么转啊 直接放上去就好了 哦 直接合起来就好了 它孔位都对好了 喂喂 一个显卡 一个T卡 一个POWER 什么慢慢擦啊 我们已经都装好了 所以直接合体就好啊 对对对对 配强都好 现在就是直接索罗斯上去就可以 接着下一个情况 直接注尽地堡 呼呼呼呼 YES 好 就按摩托 所以这两条我就可以拿走了 等一下直接合上去 合上去那瞬间就是最爽的 那合上去之间有点痛苦 我真的期待这个成果 成果是闪亮亮的RGB等着你 我感觉我越来越上手了 但请不要再套手第二次 哈哈哈哈 嗯 现在进度差不多百分之六十了 水哦 我选择死亡 嗯 我们现在几%了 恐谁吃 在六十而已 还在六十啊 对啊 时间从半夜两点 今天剩两点半了 然后进度两边 要 我好想睡觉啊 夜夜睡一下 好嘞 一个努力把它平碗 好嘞 都会拆我 你在拍我混分的吗 对 现在很仔细在研究 网络上对它的评价 但找不到任何的资讯 都是国外的 你们算是率先 开箱这个电竞怪物 No.1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 它国外的售价是2000美元 但是我在那个台湾的商场看到 五万八 原来人生极度痛苦 有没有帮帮组装的服务 我愿意再加六千 正要拿助攻才发现 伤害不够 真的 哇 主车真的超累 不该装B的 我们刚刚大概 一个小时前就装好了 如果不装风扇的话 你现在搞那个RGB风扇 搞了自己一个小时 卡关了 R20 我喜欢R20 但这个有点痛 哦 刚才我连从底部看都觉得很帅 虽然有点像一个大型烤炉 但整体的设计感还是很强 这个 喝起来补味道 这个 喝起来补味道 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 不要让大家 觉得他妈 直接选手都来混的 有我录到 我录到 看你录 有在录吗 有有在录 拆空善大师 指導 引導主導 好 我們差不多了 好看 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我沒有看過這麼自然的演出 會不會一折想就看這個 來囉 好啦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外面已經 天色已經亮了 我們總共只裝了 4個半個小時 我們從半夜大概12點 裝到 4點半左右好 然後再移一下位置 現在已經不天整了 裝了4個左右 那因為第一次裝就裝B 裝了一支RGB風扇 如果沒有裝RGB風扇 大概有一定程度了解 大概兩個小時可以搞定 連手機工程師都造假不出 對啊 算是第一次上路難免 第一次上路 那你會推銷給你的客人嗎 就說來啦 這邊有一組機殼很便宜 炫炮 不夠笑怕啊 7塊嗎 有需求的人還是會推薦 因為畢竟這個是比較偏向雙機工作的人使用 其實就是實況主啊 因為有人用旅行實況都會知道那個直播機一台啊 跟遊戲機一台很爽 打遊戲跟OBS同一台電腦跑 其實有時候會卡卡的 蠻容易累的 因為OBS其實蠻持資源的 所以能夠有一台直播機 是蠻多直播主的一個夢想 你一個電腦都沒有 然後兩台電腦直接裝在裡面 其實超爽的 但是我們的那個拍攝成本有限啊 這張桌子就6彎了 沒有錢 再一台電腦裝進去 所以之後如果有賺到一點錢 我們再塞一台電腦進去 好 沒有問題 好啦 那我們這個土豪集的 即可開箱 就要那個告訴你 如果有喜歡這個即可 大家不妨去光滑 原家伙看一下 那個現場有屍體 就看一看不用錢嗎 你湊上去聞 就是一個高貴的氣息 對 然後今天很謝謝奇異果來幫我們 組這個即可 沒有你 我們完成不了這個任務 對 大家有需要裝電腦可以找他